Leo聊四季 天天正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勢必是團戰喔 好 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Viper這邊是選擇了瑪雅 那世界冠軍在團戰黑森林 選擇了瑪雅 這會感覺相當有趣 那瑪雅人開局一開始會滿人口的關係 所以一定會點下織布技術 來看一下Viper這邊是瑪雅黑森林外加 會怎麼打是滿有趣的 因為正常來說 黑森林都要選陣地戰比較強的文明 但是在高手的領域裡面 他們不一定要選陣地戰的文明 也可以打出精彩的比賽 但是瑪雅又是陣地戰比較弱的文明 而且工程方面只有大通車比較能用 陣地戰來說的話 羽毛劍射手射程又短 所以陣地戰來說是比較不太適合的文明 所以這邊就很好奇 Viper怎麼用瑪雅打黑森林 這邊看到Viper開局是拉兩村 直接把對手逼到了家裡去 對手直接拉了一隻村民回家 殘血的這裡是要圍住Viper的村民 後方的內加隊友趕快拉了一隻刺頭來幫忙 Viper的刺頭是回家了 願殘血剩五滴血回家趕個路 好看一下下方 下方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好這邊對手直接過來 硬蓋 但是Viper也拉了三村 但是對手是四村 看到對手四村 Viper又多拉了一村過來 但是Viper的血量掉得好像比較快喔 這一波打下去Viper可能會死一村 血量有點殘 再兩刀圍起來 哇這個圍 世界冠軍的手術 太扯了 一瞬間就把自己的村民給圍起來 沒有辦法擊殺掉這隻殘血的村民 Viper終究是Viper 手術還是很快的 好前期大家一直在打 那家裡一樣 只要不斷村就OK 那還把這個刺猴放在家裡補血 就算是一個前期的細節 那一刺猴可以放進去補血 是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好殘血的村民回家 繼續踩資源 那目前兩邊打下來 都沒有出現死傷 好這邊又再回頭打一下 Viper不想要讓對方突破這個地方 所以又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好三隻殘血的回家 這一隻先被集火一下 爭取一點時間 好那一家的肉馬還在這邊 想要去偷打一下 團戰頂尖高手們打黑森林外加 都是這樣子 瘋狂打架 非常的凶猛 好下面這裡是友情圍好了 新色這邊一個大暴圍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圍家 大概四村左右 這樣子他的經濟會很差喔 因為對手沒什麼在圍 好Viper這邊打到後面 要怎麼就去進攻呢 還是打 再打 再打更兇一點 好這邊趕快輸出一下 村民兩隻殘血的拉走 一直去追 好回頭看一下 這裡Viper的村民的數量比較少喔 全套一直在扁 哇 Viper被 被扁死了一隻村民啊 這就有點小小的尷尬囉 居然打到後面自己先死村 好 那現在可以看到 Viper的說明書已經落後了 14村 打快要16村 大概輸了一村半左右 好結果這裡 灰色直接敲破了木牆 青色這邊圍家 圍得好像變得沒有意義了 但是下方是暫時有圍住的狀況 這裡還把自己的村民給維持 好這一次的阿拉伯看起來是 不是阿拉伯 黑森林看起來比較 問題不大 唉唷 這邊一個圍死Viper 這個用一隻村民 把對方的大量村民給圍起來 這是什麼 超級怨攻之憋戰術 用一隻 用一個魚兒去引誘你 請軍入怨 然後再把你圍起來 這個太無情了 紫色可能會拉更多村民 想要去解掉這邊的建築物喔 那Viper這邊可以趕快 拉起木牆防守 好這裡進來 用一刺頭 去吸引一下 這裡木牆有點危險 趕快修一下 這裡蓋好了 趕快修 哇這個房子還是被打破 哇 Viper後方的房子沒有修起來 紫色的對手 非常緊張 自己的村民已經被隔離了 這裡要趕快拉非常多的村民去解一下 那Viper這邊重點是要趕快把牆給修起來 那這裡Viper還要再拉個村民去打下敵方村民 操作起來非常複雜 後方兩隻村民偷偷繞幹跑掉了 OK最後紫色村民是放棄裡面的村民了 看來是逃不了 好下方兩隻村民 要繼續往下走嗎 有一隻雪豹在等著他 不知道Viper有沒有看到 OK兩隻村民往下走 這裡有一隻雪豹 好雪豹來了 這個雪豹能不能Double Kill呢 來看一下雪豹 先打殘血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雪豹好像能咬死一隻 4滴血 回一下 再一口 哇還是咬死了 最後雪豹能Double Kill嗎 哇 MVP雪豹 第一次可以看到這種頂尖黑森林 可以獲得兩殺的雪豹 OK 那紫色的村民基本上是死完了 只剩下這一隻村民還在逃難 這個雪豹真的是經典這種經典 好那紫色現在非常慘 現在的村民術只剩下18村 斯拉夫人看起來偏悲劇 那Viper回家之後先去打獵 待會這裡可以補個模仿 村民就不用回去這裡放肉了 而且還可以順便吃果子 這個位子的果子跟 這個野生動物的位置 非常的接近 馬上補個模仿 經濟就起來了 上方看起來是鎖死的 而且野豬量很多 還有餘寢 好這個六隻野豬 加上這個湖 就可以來Fish Boom 開始造這個漁船 去可以撒魚網 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好那灰色這邊 西西里人 這邊是打出了棒棒開局 開始壓制過來出棒棒囉 好那待會升到封建時代 還可以轉出這個西西里的塔羅 那這個陳柔 那這個陳柔呢 還可以造出這個槍兵 跟西西里的寶兵 薩金特衛隊 所以西西里現在打塔弓還是蠻強 但是現在呢 現在是這樣 聽說下一板 西西里的蓋塔的速度會減慢很多 會來到80幾秒 所以西西里的後期的這個 這個前期的塔弓會稍微減弱 對於塔來說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以西西里現在勝率來說 並不是非常好 因為她的經濟落後會蠻嚴重的 一定要到城堡時代中後期 才會比較有感的經濟優勢 那個農田讓自己的肉量比較多一點 這件事情 但是也只是神木頭 所以西西里人的優勢呢 還是要靠軍事才能夠打出來 比如要打這個薩金特衛兵啊 或者是要打這個鎖之甲騎士 都會是一個西西里比較好一點的 後期選擇 前期選擇的話 可能還是要多多利用自己的這個 騎兵單位去壓制 好 那目前看到外婆的家裡是 殘血村民非常多 但是經濟方面還不錯 因為這裡的馬祖已經建立起來了 漁船也在慢慢的暴殘當中 這一隻臭民過來 可能是想要去拉三頭野豬 那這裡還有三頭野豬 這個野豬全部吃完的話 viper經濟馬上就起飛了 這邊應該沒有太多的打鬥 可以稍微快進一下 看一下這個狀況 那青色前期拉這麼多臭民去開稿 然後還被迫黑暗時代灑農田 經濟狀況只能說是非常非常慘烈 現在還有三棒棒災勞 然後還要被迫為家 這個有點麻煩 後面直接補一個這個魔防 好 裝甲步兵升級上去 現在可以看到內佳 打入P2幫忙出一些頭石側 要來進攻紫色 紫色這裡趕快拉了大石牆防守 viper這邊看著隊友進攻 趕快自己鬼轉經濟 直層3TC開弄 結果下方橘色 直接轉出了閃避馬 加頭石側 要來直接秒殺土耳其人了 土耳其人一個人要扛兩家 不太可能 而且內佳的直層直接 直接轉裝甲步兵 但是外佳 這個是外佳 外佳直接轉出頭石側 外佳直接轉出頭石側 如果這一場變成內佳CC裡快攻 外佳直層 然後轉出頭石側 壓制對手 但是內佳的中國 現在是慢慢開弄 沒有要管隊友 4TC開弄 兩台頭石側繼續給壓力 這頭石側要不要先射村民呢 那看起來前期兩邊都算是防守得還不錯 就只有下面這裡唾弃了應該是打不贏了 封建時代怎麼打得贏城堡時代的兵種呢 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科技橫跨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封建時代的兵 基本上打不太贏城堡時代 所以這邊出兵沒有用 可能最好的防守方法就是出劍塔 但劍塔來說現在又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挖 石頭都被控制住了 雖然這裡有劍塔 但是 瞭解不太容易 唉唷這邊 駱駝上來 直接被射掉 閃避嘛 這邊閃躲箭矢效果非常好 頭石車有機會被剪掉啊 所以直接犧牲村民 來個犧牲打 這個犧牲打應該只能解掉一台頭石車 後面這一台應該是被修起來 好 掙取一點時間 最後還是拿下 好 左邊謝謝林見了一個城樓 這個城樓 箭矢數量會多的 那是要從城堡時代開始 不過這次代的箭矢數量還是一發而已 好 那目前 看到內加的WP圖人這邊進攻 十強這麼多 選擇放棄 開始轉融了 3TC繼續融上去 中國這邊開始出了一些衝車跟頭石車 想要打算去救外加土耳其 那外加土耳其被頭石車砸了這幾波之後 好像有機會可以回農 好 這裡頭石車跟頭石車越來越多 好 工程戰象來了 只要戰象能夠拿下這個城鎮中心 土耳其人要再復國就很困難了 好 頭石車再次往前 然後被這些村民爆打 後面的駱駝 就一下閃密碼過來打 OK OK 趕快收村 閃密碼遇到洛鎖是完全打不贏的 好 上方的木份沒有太大的變化 現在吸吸引人 開始前置均勻 好 戰象最終是沒有拿下 拖起了這一根城鎮中心 好 看起來屈抖羅 這裡的搭配還算是比較偏軍事一點 但是也是開始慢慢轉 3TC開弄 雖然前期打了偏軍事 但是中後期又開始轉弄了 所以有點就是要快不快 要慢不慢的感覺 那可能屈抖羅人也知道 如果一直在打這個強軍事的話 內加中國很容易就爆出大量經濟 淹死自己 那吸吸引人可能也是知道這一點 也開始轉出了TC 那有沒有去捕魚呢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魚池 這裡魚池看起來是給內加的 馬來人3倍魚肉 哇 這個魚肉量2000多 馬來捕魚優勢非常大 那確實該把這個魚池留給馬來隊 那吸吸引人這裡就沒有補優勢 好 屈抖羅人 現在是看到對手出了這麼多駱駝 等於要趕快回家補大師強防守了喔 那吸吸引人開始爆出一堆槍兵 想要用槍兵去守這些駱駝 那MIPER現在目前也是正常的3TC開弄 魚池的部分越來越穩定了 越喘越來越多 好 家裡的狀況現在是4TC開弄 現在屈抖羅人轉弄 西西里也轉弄 這裡最好是繼續上石牆會比較好 不然中國這邊發力會非常的兇喔 而且中國是有大石大衝車的文明 所以突破城牆速度很快 對手來說要稍微小心一點 喔 馬來結果直接爆了非常多的毛巷夫 從上方入侵 出了中型投資車開入成功 大量大象直接從北部入侵了進來 現在馬來人已經到了帝王時代 精銳毛巷夫還有1分10秒鐘 好 RIPER劍撞 哇 這麼多大象怎麼擋 我只有羽毛劍射手啊 那還好馬來的毛巷夫的遠距離防禦率 是整個毛巷夫系裡面 最弱的毛巷夫 但是他折扣非常多 往往可以使用數量壓制對手 好 活不起來 這邊直接使用數量壓制 城鎮中西看來要被直接頂掉了 好 但是內家的達魯皮圖隊友 趕快升級槍兵 好 帝王時代還有5秒鐘 槍兵升級要趕快 這裡也7個 可能要10個均勻才夠囉 趕快出大量槍兵擋一下 好 那現在外加斯拉夫人 沒有辦法快速農上去 現在只能靠隊友 趕快去進攻 自己趕快農 因為剛剛前期損失太多的村民了 好 馬來人看到槍兵稍微撤退 而且有城堡 暫時不太敢直接發動猛攻 好 這裡馬就可能要繼續往前補 唉唷 這裡馬就往前補 好 看一下下面 下面這裡 中國是轉出了一台衝車 但是沒有繼續升中車 而是選擇了中頭 中型頭車先升級上去 而不是先選擇衝車 看來也不是想要馬上打一個速攻 畢竟可能打太快 對方整個牙起來 自己要一打二也不太容易 先穩住一下兵力 呈現蓋跟城堡做防守 好 達羅P圖這裡點一下 烏茲鋼科技 烏茲鋼點完之後 槍兵就有破甲效果 直接穿甲 直接讓著裝甲無視掉 這個槍兵傷害非常痛的 好 茅香夫精銳傷害非常高 打這個體質不弱的槍兵是輕而易舉啊 哇 這裡大量的槍兵想要突破 但是槍兵數量實在太少 一下就被解掉了 後面馬來大槍數量實在很多 來 這邊大槍只是要掩護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進行工程 Viper這邊的羽毛劍射手 現在是數量來到了 大概快要30隻 還有投資車在後面偷打喔 還好羽毛劍射手的體質來說 算是弓箭手裡面偏多血量的 被投資車找到一發還不會直接暴斃 好 這裡直接用城堡射掉投資車 但是正面好像要被突破喔 後面三台巨型頭司機還在進攻當中 現在馬來一打二 Viper這裡的經濟好像只能存出羽毛劍射手 因為他沒有太多的農田 這裡也不能轉槍兵 槍兵只能完全靠隊友了 好 現在魚尺也被控住喔 所以肉量push是非常糟糕的 Viper這根城堡能夠守住嗎 能夠守住的話就有機會 好 現在羽毛劍射手 化學升上去 就可以把自己的體質讓到最滿 但是精銳可能會有點難點 好 砍到下方的狀況 下方中國直接用中型投資車開路 而不用衝車 直接用中頭開路最快 但是前方遇到城堡 自己的工程器械其實並不是很夠 三台巨頭 對手還是有機會修得起來 可能要更多喔 五台或六台 或是斬這個大衝車都OK 好 正面Viper就是用槍兵 加上羽毛劍射手 兩個人一同協防 這個馬來大象 好 WP圖這邊越出越多 馬來這邊還在繼續出自己的毛巷 這時候馬來到底要怎麼打呢 其實就只能等隊友了 當然馬來人也可以自己出強弩 但是自己出強弩的話 升級需要點時間 而且投資下去的這個成本 可能其實沒這麼賺 那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可以考慮繼續出頭石車 去做壓制可能就不錯 這個大象配中頭 其實是一個很好打的方法 好 馬上直接一戳 就戳掉了大量槍兵 但是Viper這邊也稍微反擊回去 雖然城堡最後還是被拆掉了 但至少現在還可以有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進行反擊喔 好 現在金瑞也點好了 血量來到了65滴血 好 大概兩發集火 就可以點掉一隻毛巷夫 傷害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好 正面的巨星投資機 開始架起了4台 這裡有大概18村 在修理城堡 中午連弦在等待機會 等城堡一掉 就要開始出破口 好 後方的魚池中午被拆光 馬來這邊 中午要等到隊友斯拉夫人出關了嗎 看一下斯拉夫 斯拉夫這邊是直接轉生女科技啊 斯拉夫的話 他的生女是 基本上全滿 但是沒有異端邪說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是他的生女的移動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要追著人家著想的話 他是最具有優勢的文明 但斯拉夫人在團戰來說的話 尤其是打這個情況 可能轉個什麼 然後劍兵勇士配重頭加生女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生女拿來反制對方的火炮 重頭當作獨立 槍兵跟劍勇當作坦住的前排 都是一個很好的搭配 好 那這邊希希插了一堆城樓在家裡防守 但是劇情偷司機 遠程攻城效果非常好 這隻閃避馬也順利的拆掉了許多的工程器械 中國這邊只用中國蓮弩去打這隻閃避馬 其實打的還是有點吃力 並不是那麼的豪解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重型駱駝 才可以比較好防守閃避馬 畢竟中國這個文明是什麼都有 所以要好好擅憂這個能力才對 然後子彈出這個中國蓮弩 搭配一些混兵 對於推進來說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現在 唉唷 結果中頭不是馬來出 而是交給隊友的中型頭死車 準備升中頭了 現在馬來把自己的黃金全部留給毛巷服 然後家裡開始慢慢跑起了貿易 然後P2這邊直接無情衝鋒 大量槍兵開始往內戳 但是這兩根城堡 解這些槍兵速度很快 待會出來的槍兵要趕快補在家裡了 好 馬上呼 繼續進攻這根城堡 後放巨型頭死機 再次架了起來 好 萊姆這邊還是只能去拉打 現在數量來到了54隻 現在可以一發一隻了嗎 好像可以喔 好 火炮這邊偷打 砸到了萊姆一些 羽毛劍射手 大概數量掉了5隻左右 最後城堡還是守不住 好 但是槍兵又再次往前 又開始繼續戳掉這些毛巷服 好 下方經濟 開始又重新回農一下 終究驅逐路人還沒有被中國給突破 這根城堡重新想要蓋 但好像有點吃力 好 現在謝謝里在遠程攻城 好 正面也有槍兵繼續進攻 但是Viper家裡好像快要守不住 這是他的倒數第二根城堡 如果城堡熊被拆掉的話 就不能繼續纏羽毛劍射手了 好 這邊只能介意喔 羽毛劍射手拉打點掉了一台巨型超司機 只剩下兩台巨頭的話 基本上是無法順利攻城了 而且Viper已經把城堡的血量 跟防護力點到了最高喔 哇 七千多滴的血量 好 這個要輕攻下是不太可能的 好 後防毛相夫 劍撞這個情況 哎呀 這個槍兵雖然好像有點多了 好 趕快回去聚下兵 殺骷人這邊看要不要轉心奴炮 但是奴炮的話 遇到投資車是很難打的 看打破兵呢 跟弓箭手來說是很口用 比較萬能的狀況喔 還是存出重頭配生女喔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 扛一下正面會比較好嗎 好 斯加坡人這裡 似乎沒有這麼多的經濟 可以轉出這麼多的科技 所以現在大量槍兵跟Viper的羽毛劍射手 大量直接從正面入侵 Viper已經不想要屌上方的這些軍事建築物 還有這些馬來的大象 這裡只要用槍兵就能守住的東西 為何我們要把主力放在家裡防守呢 好 趕快直接衝進去 開始抓一下斯阿夫家裡的經濟 斯阿夫這邊經濟直接被弄爆 被迫大量收村 這裡蓋一根城堡可能也蓋不起來 因為蓋的村民實在太少 好 馬來在家裡開始補了一些馬舟 開始要意識到防守的問題 趕快隔離一下確診的隊友 這些隊友已經是 沒了 哇 斯阿夫直接被秒殺 這裡投死車可能會變得更難量產 這是他最後的坡文 9台重型投死車 好 下方區的羅倫 直接殺出了白馬槍 大量的閃避馬開始進攻突爾西 突爾西這邊選擇的是常見兵 打常見兵啊 突爾西打常見兵其實蠻OK的 三攻三跑都有 但是如果可以轉一些火槍的話 打西西裡的薩金特衛兵會更好 可能大陸就是要火槍配這個 劍兵武士還有加火炮會更好 好 那現在這裡斯阿夫人 已經沒有辦法擋住VIPER的進攻 後面重頭來一發砸掉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VIPER這裡沒有實在機空毫 好 這個好像有點紓壓耶 OK 這一坨應該是解掉了 一台重頭搞定一整群的羽毛劍射手 好 這邊雙手劍兵數量也蠻多的 60隻的劍兵勇士 驅逐人就去爆閃兵馬 閃兵馬現在是全滿的狀態 好 西西裡打的是薩金特衛兵 層樓塔弓配重型投石車 後面夾巨頭慢慢推進的一個策略 好 強兵繼續往前 這時候達羅P2中間轉出了火炮 有火炮的話打重型投石車 效果就非常好 好 中國現在開始慢慢也轉出了其他單位 沒有太多資源了 只能轉出肉馬 開始跑貿易 黃金開始要全部留給貿易 然後先出肉馬 頂一下前線 Viper這邊也是開始慢慢跑貿易了 黃金開始不太多 好 這一坨投石 還是打到 可能會可以只打一發 好 稍微升開一下 這一坨砸下去還是死了一堆羽毛劍射手 但是Viper裡面早就有一坨了 再射貿易路線 貿易路線的貿易車隊 一直被擊殺 這裡羽毛劍射手 打團戰最強大的地方就是 很容易溜到後排去射貿易車隊啊 好 貿易車隊被大量射掉 連這裡的魚池的魚船也被射得差不多 Viper這一波實在是很賺 好 設定稍微被毛巷夫給擋住 還有這個重型投石車 看起來Viper前線這裡已經不管了 交給隊友 這裡趕快專心打裡面的狀況 這裡轉出了一台戰劍防守 但是馬上就被點掉 因為這只是一般的龍炮戰船而已啊 戰船直接走到薄冰裡面 好 貿易車隊一台一台的被點掉 好 下方 劍兵老師加火炮 開始慢慢沉襲 推進效果非常好 射程非常遠 14點的射程 好 但閃兵馬這上面還是想要亂串 但是後方的貿易車隊已經被射光了 只剩下少量幾台 隊友的貿易車隊也快沒了 閃兵馬這時候來就可能也是為死一晚 好 前面這坨解完 後面這一坨又要來了 但其實這一坨其實也免解了多少 還有35隻的數量 還是可以很有效擊殺對方的貿易車隊 好 這時候馬來他們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Viper這一隊拿下比賽勝利 這一場比賽 Viper使用羽毛劍射手 打出自己的身價了 在以黑身影來說 馬來其實是一個非常劣勢的勝利 劣勢的文明 因為他的勝利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抗工程器來說是明顯不夠的 眼睛要靠自己的老鷹跟羽毛劍射手 差有可能很有感的反擊回去 但是這兩個單位 對上其他文明來說 在後期是有點不夠給力的 但是以騷擾貿易車隊的情況來說 羽毛劍射手是一個很好的單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 WP2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這個資源來到了9萬1 打來人來到了8萬9 三倍漁網經濟還是不錯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